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3月20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 花丽县政府将会在3月27号办理113年 春季国商继瑶季黄陵大殿 县长许正位也将会前往忠烈池 以及军人忠灵池 悼念为国努力的荣民先烈 缅怀他们对国家的奉献牺牲的精神 欢迎县政府113年度 春季国商脊椎到公允降司大殿 即将在3月27号一早举行 分别在花莲市忠烈池和吉安乡忠灵池来举行 将由姓长许正位担任主机关 收莲者各区首长 花莲地区各个国军干部首长 期盼借由管乐的柔美音乐生当中 在庄严拜殿内 如怀就职训练发施鼓之忧情 113年度我们春季国商大典 就即将在3月27号早上的8点半 在我们花莲市的忠烈池展开 我们也希望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能够共同的在这一天 能够缅怀我们先烈 以及遥寄我们皇陵 更重要的 民政处首度的呢 我们制作了非常精美的一个造型悠游卡 我们有限量100份呢 在现场呢会制证给我们所有的民众参与的 这些朋友们都能够来临这个 好那我们也在3月27号的9点20分 在我们的中临池 也希望所有的乡亲们能够呢 去缅怀我们所有的革命先列将士们 那我们同样的在中临池也准备了 100份的限量的这个造型的悠游卡 提供给我们参与的民众来领取 另外中临池以及中临池所在的美轮山 以及吉安湘湖新春 原山山丘平治 也是民众以及游客运动旅游的重要景点 建筑物以及周边环境 期盼大家能够耳目一新的感受 其他许中也邀请大家在3月27号上午8点半 在中临池9点20分在中临池 共同来向农民们先列致敬 现场备有精美的宣导品 数量有限发往为止 欢迎永远参与 记得终于皇室不老 我们下期再见